哈喽各位旅行者们大家好呀我是鱼豆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 稻妻神无种以及八运岛的阴间宝箱 首先传送到副本锦瑟之亭 这个岛上本来是有一个雷灵的 把雷灵经过的地方的罐子都打碎 就会出现一个怪 把怪击杀后获得宝箱 如果雷灵已经归位的话 那我们就把看到的罐子都打碎就可以了 传送到他被杀 最右面有浪传锚点的传送点 先向西北方向走 带上雷种子 把大炮调到我这个位置 炸一下 会看见远方有一个亮光 然后传送到他被杀下方的传送点 向东北方向走 会发现在这里出现了一个宝箱 传送到他被杀七天神像 右面的传送点 回头拿上雷种子 把大炮调到我这个位置 炸一下也会看到一个亮光 然后传送到他被杀的七天神像 向东方向走 宝箱就在这个树的下边 传送到蛇谷矿洞下方的传送点 向东南方向走 把这里所有的火把点燃 就可以获得宝箱了 传送到藤兜寨左边的传送点 向西方向走 在这个圆形的石柱里边 有一个挖掘宝箱 接下来是一个需要阅读四个遗落的文本 之后才能解锁的宝箱 先传送到蛇神之手右边的副本 向东北方向走 在前方的帐篷旁边 然后传送到正代巫副副本这里 向西北方向走 接着传送到飞沐村的七天神像 向西南方向走 再来到藤兜寨左边的传送点 向北方向走 在帐篷下面 如果这里存在屏障 我们在旁边的解密解开就可以了 然后回到藤兜寨左边的传送点 向西南方向走 在前面的小岛上 走到这个附近 就会出现一个华丽的宝箱 那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让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